台湾台北的总统府前 有位展示标语牌的老人 每天午饭之后来 晚饭之前走 多数的时间是把标语牌立在一旁 坐在自带的马杖上看报 或是刷手机 在游客多 或是见到了有电视台拍摄时 就会举起标语牌 站立或走动 不说话 标语牌上写着台湾独立四个字 中英文都有 老人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来这里的 民进党执政后 他继续坚持 民进党通常被视为台独观点的党 执政后却为了避免惹恼中国 不再替台独二字 只是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中的 一个中国之说 独立是多数台湾人的内心所愿 尤其在看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失败之后 更没有人想与中国有任何沾染 然而又很少有人愿意承担战争的代价 因此民意的主流还是保持现状 有实质的独立就行了 这位老人到底是为了政治表达 还是为了换取路人往脚下的指向里扔钱 不得而知 但是他成了总统府外的固定意境 本地人对他视而不见 外国人顶多拍张照片 民主国家对类似的景象见怪不怪 大陆的游客复杂些 直指点点嘀嘀咕咕 从中国当局的宣传中 早知道台湾有台独势力 亲眼看到了一个也算丰富了台湾的见闻 总体上敬而远之 直到东北某个旅游团的一个中年汉子 抱怨台湾导游安排购物是宰客时 嘴笨舌着 被伶牙利齿的女导游当众抢白 憋了一肚子的气 连贯了几罐啤酒后 看到老人的标语便当场发作 独立你麻痹啊 鸡不大点儿的地方 在你麻痹里搞独立啊 台湾导游是个厉害的女人 用跨在肩上的导游喇叭告诫 那位先生注意了 台湾是讲文明的地方 不要在这里讲粗口了 这种不寻常的言辞 从扩音器里放出 吸引了周边人的注意 同时有几个自媒体手机 立即开启了摄像功能 本来东北汉子是要冲着导游去 但是那位老人懂得何时能够吸引镜头 把立在地上的标语牌举起 示威似的站到了东北汉子前面 那效果就如斗牛市对发怒的公牛展开了红布 东北汉子瞬间爆发 一个箭步跳上去 抢过标语牌 把身材瘦小的老人 轮到了数米之外摔倒在地 他举起标语牌 往地上边砸边骂 独立你麻痹 直到把标语牌砸成碎片 女导游气得不行 用导游喇叭高声呵斥 要撒野回你们老家去 这不是中国 不是野兽的地方 可这又惹恼了旅行团的其他人 他们来自中国最北的黑龙江省 男的高大 女的粗壮 汉子的老婆冲上去抢导游喇叭 骂了个八子 说谁是野兽 你这个黑导游 猜他妈的是人面兽心呢 女导游在男人面前都毫无惧色 更别说来的是个女人 死抓着喇叭喊 放手 我叫警察了 男方女子毕竟比东北的娘们儿力气小 抓不住喇叭 在喇叭被抢离手的那一刻 挥手抓了一把 她那画着画的指甲 掠过了东北女的胖脸 东北女发出尖叫 这年代 女人的脸就是命根子 东北女连反击都顾不上 只顾无脸 当同伴把她的手拉开见试时 她恐怖地看到 五条血痕印在掌心 便撕先裂肺地喊 老公破相了 破相了 砸标语牌的东北汉 是个宠老婆的主 这一下 疯得一样 从旁边的冷饮滩 抄起个空瓶 挥在铁栏上 砸掉瓶底 跳过去 就戳到了女导游的脸上 玻璃坚韧 扎进了女导游的右眼 爬出时 眼球便被带出了眼眶 开始 还有些血肉相连 眼球掉在眼眶外 但因为女导游歇斯底里的甩头 眼球便像练球一样 飞了出去 记录了整个过程的视频 被抢先买到手的 东森电视新闻台 率先播出 其他电视台纷纷跟进 有的画面 甚至把甩出的眼球 标出了红圈 用红线 示意眼球甩飞的轨迹 反复地慢放 立刻成为全台最热新闻 又一次激发 台独市里的口长 对台湾政权 两岸维持现状 如同生命线 不管哪个党执政 都得小心维护 既不敢进 又不敢退 搞统一会遭到 本土的选票惩罚 搞独立 会遭到中国的战火降临 然而维持现状 却使台湾失去了 自身的目标 只能预示被动的反应 尽可能左右逢源 那一时 可保安全 得到选民的认同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却因此捏在了中国的手中 台湾不光在国际上 被中国随便捏 还成了中国内部政治 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打的派领 以上不是现实发生的真实故事 是我在2020年完成的 长篇小说《转世》中的一段 而《转世》又是我于30年前 出版的长篇小说 《黄霍的姊妹篇》 两部小说的故事和起点 人物都差不多 却让中国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在我看 中国现在正处于两部小说的岔路口 是选择生存 还是毁灭的关口 《绝地金书》频道 有着两部小说的多媒体版 同时可以通过赞赏与回赠的方式 得到电子书和音频版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谢谢 谢谢